自汽车发明以来 制造出更快的猛兽 就成了各个汽车制造商相互竞争的战场 不论在各地赛场 还是在量产车的研发中 都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极限速度 在一次次刷新 法拉利Lafrari Lafa是法拉利推出的一款旗舰级超级跑车 以取代Enzo Ferrari车型 仅限量499台 Lafa采用被称为Hickers混合动力系统 一台6.3升V12自然吸气引擎 和输出588千瓦的最大功率 电动机独立输出120千瓦动力 使得拉法的联合输出功率高达708千瓦 Lafa的零比100千米每小时 加速时间少于3秒 麦凯伦P1是麦凯伦公司 在MP4比12C之后的新一代旗舰神车 该车搭载3.8LV8发动机 最大功率737马力 另外还有一个功率179马力 扭矩192磅英尺的电动机 提供混动的加速帮助 除此之外 P1还利用在F1赛车上 已经应用的KRS动能回收系统 还可以获得179马力的额外功率 使它的急速可以轻松达到 380千米每小时 独药作为兰博基尼公司 在2013年推出的新一代旗舰超跑 它搭载一台6.5LV12自然吸气发动机 能输出最大750匹的马力 配合七速变速箱 在设计方面 独药沿用兰博基尼传统的动力质上的思路 依旧沿用一台大排量的自然吸气壁12引擎 与之配合的则是超现代化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及大量的碳纤维部件使用 使得整辆赛车仅重1450千克 Zambo SDE很多人都没有什么概念 但一旦看到照片 便一定会想起速度与激情七种飞越大楼的那辆魔鬼超跑 它就是来自丹麦的超级性能跑车Zambo SDE 这台猛兽搭载一台6.8LV8双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可达到1104马力 布加迪威龙 在中国国内的登记名为威航 自布加迪品牌诞生以来 就一直是昂贵和速度的代名词 威龙则是21世纪车坛急速战争的一元猛将 其搭载的8.0LW164涡轮增压的超级引擎 可迸发出量产车世界极限的1001匹马力 并没有很多轻量化的设计